今天要讲的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 在1972年的9月25日 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问了北京 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 这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23年之后 两国的首脑第一次正式的会面 同时也标志着日中两国的邦交恢复正常 在这背后又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和过程呢 我们先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背景来看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家战争结束之后 日本一直试图在两个中国间寻找一个平衡 对于日本而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他曾经对中国造成了非常沉痛的灾难 另一方面 中国这一个庞大的贸易伙伴 对他来说也是无法割舍的 因此尽管苦于同盟国美国的立场与战略 日本还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与大陆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交流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 日方就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 此后从1962年开始 两国又进行了更高层次的 半官半民的贸易活动 当时日方和中方两位牵头人 廖成志和高齐达之助 取他们二人名字的首字母 日本称之为LT贸易 在当时日中两国的交流中 中国的主要人物廖成志 他最初在日本出生 在父亲被暗杀后 又回到日本完成学业 可以说对日本非常了解 而在日方高齐达之助 他早年担任满洲重工业的总裁 刚齐家平泰 他曾经作为上海华兴商业银行理事 和大使馆参使馆 在中国只留了非常长的时间 这两批人可以分别说是 当时两国的知中派和知日派 他们这两批人互相了解 互相信任 构成了当时两国交流的基础 此后在1971年的时候 美国战略调整 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 此后尼克松宣布要调整战略 并宣布要访问中国 史称尼克松宣布 作为美国的同盟国的日本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也十分震惊 于是立刻开始着手 调整对中国的战略 此后在1971年的10月 联合国通过了2758号决议 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也让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 变得势在必行 但在之后 日中邦交恢复正常 也并非一帆风盛 在1972年的7月 严重缴容被选为日本的首相 在那之后 两国的双方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1972年的7月25日 时任公民党委员长的 逐入益胜访问中国 与周总理在三天的时间内 会谈多次 确认了许多邦交正常化当中的细节 在那段时间里 以公民党为首的 日本许多小的党派 在中日邦交恢复当中 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 以公民党为首的 这一系列的党派 仍是日中关系的桥梁 在双方的一致努力下 最终促成了9月25日 田中角人总理的访问中国 在9月29日 双方签署了日中共同声明 在同一天 中华民国政府宣布 与日本断绝国交 在日中共同声明中 双方再次确认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在这段历史中 还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铭记 例如 在中国扫清日中恢复邦交障碍的 对日两分论 这一理论由周总理提出 这个理论说的是 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日本国民 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一小撮的军国主义分子 和剩下大多数友好的日本国民 而那些大多数友好的日本国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另外 关于战争赔偿 在两国恢复邦交的进程当中 中国主动提出 放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战争赔偿 这个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和台湾的国民政府 都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 因此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也决定不要求赔偿 第二 日本在战后 事实上对许多国家进行了战争赔偿 例如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国家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尽管提供了巨量的战争赔款 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 却没有明显的好转 第三 如果商讨战争赔偿的话 会指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被无限的拖偿 这也是两国都不希望看见的 第四 要求战争赔偿的行为 与此前中国所提出的 对日两分论相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既然是对日两分论 那为什么要把我们 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伤害 向剩下大部分友好的日本国民 来要求赔偿呢 所以对日本要求赔偿的理论 不符合对日两分论的逻辑 所以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的进程当中 中方主动提出放弃战争赔款 最后 在日中恢复邦交的进程当中 两国的人脉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 在田中角融首相访华的前两天 周恩来总理曾经接见过 当期家平泰 对他说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饮水不忘绝景人 再过两天 田中角融首相就要访问中国了 而为我们绝下之口景的人 就是你 方琪先生 在当时的日中关系当中 这样的人脉关系 显得至关重要 在此后 日中关系有过许多次的危机 日中两国的这样的人脉关系 也多次帮他们克服了这样的危机 而时至今日 日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差 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就是 日中两国这样的人脉关系 正在渐渐的变少 早年为中日方教正常化 做出过贡献的人 现在大多已经去世 所以 现在日中已经不再像以前 有着这样紧密的人脉联系 当遇到一些挫折和矛盾的时候 很难再像以前一样 通过人脉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由此也可见 在当时 日中的人脉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关于日中方教正常化的进程 大致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